台湾今年正式迈入5G时代 业者持续进行基地台的建设 立委刘正豪特别提醒NCC应该重视通讯平权 提高在非都会区建置基地台的诱因 让民众能够尽早感受到5G带来的便利和应用 5G在今年正式开台 不过在初期仅限于大都会的部分地区 才有5G的讯号 业者也持续进行基地台的建设 立委刘正豪进行NCC的咨询时 也特别强调通讯平权的重要性 我们从今年的6月开始 也会进入5G的相关服务 我们在政府也编了 5G的补助也编了266亿元左右 5年 分5年 那我们就是说 主委在这里面 我们提到他这里面有相关的补助的方法 要补助的方法 翁副主委在9月受访的时候有说 补助的办法 由每一座基地台补助政府补助49%等等 这样的一座 不超过50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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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很只有纯粹的量化啦 这里面还是要差不同的处理嘛 比如说 不敢这样 业者台湾 我就在往都市 就是本市常在这样讲 我们行政上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不同的处理 那很简单 我是业者 我一定往都市集中 人口好做大楼多的地方 我去做就好了吧 所以你也要有誘因啊 我们不是做官靠 处罚也要有誘因 比如你在 你在人口比较少的地方 但是他通讯很重要 这个是通讯的平等人权 我们就把它给 有一个差别待遇嘛 比如讲在台东 在澎湖 在比较偏向的地区 我们就有一个差别 你们办法在泥店当中了吗 有 而且 初步的想法是什么 中华电信 比如说以中华电信来讲的话 现在在22个县市 他们都有5G的建设 那比如说 我们在偏向的地方来讲的话 除了通过基地台的建设补助以外 我们另外通过所谓的 频率使用费的降低 去诱因去鼓励 他在偏向有一定的 所谓的建设数量是这样子的 有照强调 在人手一机的时代 通讯不该因地区而有所差异 NCC也应该多鼓励业者 进行离岛及偏乡的基地台建设 真正的让通讯零距离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